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出口公司从美国 现在还从美国进口呀 进口了一批化工原料500吨 那我们以境外口岸的离岸价来进行成交 成交价是多少 是2万元 2万元 对吧 就是这500吨里面的单价 你看清楚 看清楚 这2万元指的是500吨的一个价吗 不是的 指的是一吨的价 所以说考语文呢 不是考税法呢 单价是2万 每一吨 2万 对吧 好 那境外的包装费呢 每吨是500 这个要不要寄 要 打个对勾 向卖方支付的佣金 每吨是1000 要不要寄 也要 对吧 他佣金前面没有说购货佣金 也没有说买方佣金 咱们就得寄啊 再来呢 还向自己的采购代理人支付了佣金 这个向自己采购代理人支付的佣金 他就是购货佣金 他就是 这个是不寄的啊 货物运笛中国海关境内输入地点起泄前的运费 保费 每吨是2000元 你还需要再单独的算保费吗 不需要了 因为这2000元里面既有运费 也有保费了 不用再单独的去算千分之三的保费了 对吧 一定要看清楚题目表述 另外 进口以后 还发生的运输和装卸费 这就是起泄后的了 300块钱一吨 也不寄了 看到没 复杂不 考试可能比这个表述还要复杂一点 所以说你关税的题目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读题 然后判断哪些是要寄的 关税价格里面的哪些是不寄的 来咱看一下怎么来组吧 先来组每一吨的哈 这个2万我是要寄的 然后呢 这个500我是要寄的 这个1000我是要寄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2000 对吧 这四个 而且我不需要再另外单独的去算保费了 因为这2000里面这既含着运费也含着保费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 2万加500加1000加2000 这是一吨的加 还得再乘以一个500吨 乘完之后呢 除以1万是干嘛 换算成万元 对吧 换算成万元 1175万 能做对不能 我不带着你做 你能不能做对 就是你一定要判断哪些计哪些不计啊 好来 下面 这个能 这个能就行 对吧 这个能就行 其实里面有很多文字上的坑点 但都不是什么大坑 只要你认真读题了 就能做对 毕竟咱们是选择题嘛 对吧 你算出来的数 还能跟答案去对比一下 对不对 好来 那如果成交价无法确定的时候 就不能拿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法 来确定完税价格了 走的就是海关估价法了 海关估价法是怎么估的 先来看一下 有五种 先找你相同货物的成交价 你不是进口的羊皮吗 好 我就找找 最近一段时期 有没有别人进口羊皮的 跟你的羊皮是相同的 我找找人家进口的这个羊皮 它的一个成交价是多少 其实类似于咱们参考的一个市场参考价了 有点类似对吧 我就参考一下 同时或者大约同时 这个同时或者大约同时 也就是45天之内 45天之内 有没有同类的货物 有同类的货物 如果有成交价 我可以参考人家的那个同类货物的成交价 对吧 但是说没有 没有怎么办 我在找类似货物的 比如说这45天都没有人 有羊皮的进口 但是就没有山羊皮的进口 但是有绵羊皮的进口 对吧 我进口的是山羊皮 45天都没有山羊皮 相同货物的 我可以参考一下绵羊皮的 类似货物的 也是45天啊 也是45天 类似货物的 第一顺位先找相同货物的 没有的话 第二顺位找类似货物的 相同货物 类似货物都没有 那咱们怎么办 倒推 倒扣 拿我进口货物 相同货物都没有啊 都没有 那我把这个货物 在境内的售价作为基础 我看看这个羊皮 在国内卖多少钱 国内一张羊皮 100块钱 瞎举例的啊 我也不知道一张羊皮 多少块钱 太便宜了是吧 就100块钱吧 一张羊皮 假如说100块钱 在国内是卖100 我倒推 我扣掉 进镜之后啊 来给你画一个示意图 这个是关镜 我进来之后 我在这的这个价是个问号 我不知道是多少 对吧 但是我知道我卖 卖100 那我可以扣掉 进口之后 所有中间的一些成本费用 比如说进口之后 我发生的运费 保费 进口之后 我有一些 再加工的一些成本费用啊 不管怎么样 我把这个卖的100 扣掉 我进口之后 中途发生的 所有成本费用 或者利润 都扣掉 我倒推一下 我在这应该是 多少钱 这是倒扣 好吧 先拿售价 在境内的售价去倒扣 那如果这个东西 在境内没有售价 倒扣也用不了 咱们还有一个办法 计算 挣着算 对吧 挣着算 看看它在国外加工时 用的材料成本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大概的利润是多少 你看 以该货物使用的料件成本呀 和加工费呀 以及向境内销售同等货物 通常的一个利润率呀 还有一些一般的费用 包括直接渐渐费用 也包括运费 保费呀 我以这个基数 挣着算 我以成本加上利润 相当于是那种组价了 对吧 拿成本加利润 挣着算 这就是四种方法 如果前四种方法 都确定不了 咱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合理方法 这个其他的合理方法 没告诉你有什么 没有告诉你 还有一些其他的合理方法 这个不知道有什么 但是 他反向列举了 不能用的价格 对吧 你说我没有相同货物的 也没有类似货物的 也没有倒推 正算 都算不出来 那好 没事啊 还有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有哪些价 是我不能用的 哪些价是不能用的 来 这是反向列举 看好 首先呢 我不写了 字太丑了 第一 第三 和第五 一三五 是非常类似的 哪些价不能用 你不能用国内货物的 在国内的售价 就是你比如说 你进口的是一个化妆品 对吧 一个水 一个乳 你说啊 咱们国内的这个大宝 国产的大宝 在国内一瓶卖十块钱 我能参考这个价吗 那国外的 国外的有什么牌子 我不太知道 对吧 比如说SK2 对吧 你说好 我进口的SK2 我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大宝的售价 这不行 对吧 你国内产的 在国内的售价 跟你进口产品的售价 是没有可比性的 知道吧 你不能用境内生产货物 在境内的售价 来去做参考 这个价不能用 你也不能用货物在出口地的售价 就是美国他产了一个东西 他在当地卖的这个价格 跟他出口到我国的这个价是不一样的 你去美国买苹果手机 跟你在国内买苹果手机 这个价是不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做参考 没有参考性 对吧 你可能在当地卖的便宜 但出口到我国就卖的贵了 所以说这个不能参考 也不能参考什么 卖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苹果手机在韩国 在日本的那个价 你能参考吗 你也不能参考 因为他卖到不同的国家 这个价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比如说他卖到香港 跟卖到我国都是不一样的 卖到我国大陆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不能参考啥 不能参考境内货物 在境内的售价 不能参考人家出口货物 在本地的售价 也不能参考卖到别的国家的售价 这些都不能做参考 是不是 都不能做参考 对吧 好 这个很好理解吧 就是问你哪些价不能用 这个一下子都能判断出来 不用背 那接着呢 来有几个比较难理解的 你看一下第二 和第六 一三五咱们说完了 现在看第二和第六 第二 说的是 在可供选择的价格中 咱们不能用那个焦高的售价 啥意思 就是说 它其实呢 就是在你参考同类 或者类似货物售价时 比如说 还是羊皮啊 我45天之内 有三批同样的羊皮 但是他们每一次爆关的时候 这个价都不一样 有一批羊皮是100块钱一张 还有一批呢 是98块钱一张 还有一批呢 是102元每张 有好多可供选择的价格 可以做参考 你说 我选一个最高的 102 不行 不能选那个焦高的 那要选什么 你得选这个最低的 啊 就是可以选择较低的那个价 但是不能选择较高的那价 为什么有这个原则呢 就是有利于纳税人 你要是故意选一个高的 纳税人就不高兴了 对吧 就多争我的关税了 其实这个规定挺好的 在可供选择的价格中 我们不能故意去选那个焦高的 啊 我们得去选那个焦低的 知道吧 对 非常棒啊 对 不是选中间的啊 不能选焦高的 你就你就既不能选焦高的 其实你说可不可以选最低的 可以啊 可以选最低的 但是你不能故意去选一个焦高的 有利于纳税人 但是第六个 不能选最低限价 也不能选五断虚构的价格 五断虚构的这个好理解 对吧 我们不能选你五断价格 你虚构的价格 这个肯定是不能用的 但是为什么又不能选这个最低限价呢 这个最低限价 不是指你可供选择价格中的那个 这个是一个警戒线 有点类似于啥呢 有点类似于那个最低积税价格 有点类似于那个 就是我们给你画了一条警戒线 因为现在呀 市场经济太激烈了 对吧 有些人呢 他就恶性竞争 他一直降价降价降价 恶性竞争 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恶性的 降价竞销 我们给你画了一条警戒线 比如说这个羊皮 我们画了一条警戒线 六十元每张 你再故意的降价竞销 你也不能低于六十元每张 所以说这条警戒线是不能用的 他是为了放在这警示人们的 他不能说我直接就用这条警戒线 作为晚税价格 不可以 对吧 所以说你就理解了 这个最低限价 是一条警戒线 这个可供选择价格中较高的 它是我们正常交易的一个价 正常交易的一个价里面 你可以选一个较低的 不能选较高的 解释完了 接着第四个 计算价格估价法之外的价值或者费用 就是你要是正常计算的话 你就正常的拿成本加利润 加上运费保费来算 你不能把一些之外的费用 也都给我算进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能选择的价格力 很好 不能在国内的售价不能选 在人家当地的售价不能选 卖到第三国的售价不能选 然后可供选择的价格中 不能选那个高的 也不能选那个最低限价 也不能选五段 虚构的价格 对吧 也不能选一些 就是之外的 正常的成本利润之外的一些价 也不能 就这个 好 讲完了 你看这五种方法 相同货物成交价格法 类似货物价 倒扣 挣着算 还有一些不能用的价 咱们知道了 但这个五个 五个办法呢 它是有一个顺位的 有一个顺位的 咱们肯定第一顺位 先参考相同货物的 没有的话 才能走到第二顺位 来参考类似货物的 还没有 才能去倒扣呀 或者正算 这个顺位的顺序 是不能变的 一和二是绝对不能变的 但是三和四 你跟纳税人磋商之后 协商之后 是可以调换的 对吧 虽然你三和四都能算出来 但是你可以跟纳税人协商一下 协商之后 三和四的顺序可以调换 一和二的顺序是不可以调换的 好吧 你就知道这个规定 这就是海关估价法 没有一个具体的计算 你就知道有哪些方法就行了 有哪些价能用 顺位是什么 有哪些价不能用 好吧 关税真的很细啊 也很奇怪啊 它的规定 上列的估价方法 依次使用 那必须是 先拿前面顺位的 无法确定时 才使用后一种顺位 但是呢 根据进口商的要求 第三种和第四种是可以颠倒顺序的 好 这个规定也得知道 所有的细节你都得知道 不一定在哪考啊 不一定在哪考 接着是特殊货物的完税价格 这个就是不同的进口方式 就有不同完税价格的确定规则了 对吧 为啥三四能调换 因为三四都是算的 你正着算也行 你倒着算也行 对 这个说的很对啊 都是算的 对 接着呢 是特殊货物进口 特殊货物进口 你一定要准确的记忆啊 每一种进口方式 它的规定是什么 首先第一种是拿到境外去修理 黄黄老师 从国外买了一个豪车 500万的豪车 对吧 结果坏了 拿到国外去修 修好了之后 是不是还得进来一趟 对吧 当初进来的时候 交过关税了 现在我坏了 我拿出去修 修完之后 还得再过一次海关 再过一次海关 不好意思 还得再交一次关税 但是这个时候交关税 你就只有修理费和物料费了 只针对在国外发生的修理费和物料费 来征关税了 没有运费保费 知道吧 这个就不用再 再针对它进来时候 发生的运费保费就没有了 所以说修理的话 它的关税价格里面就只有物料费和修理费 只有物料费和修理费 对 就是一个修理服务相当于 那它给你修理完之后 对于这个车的价值也是有所增加的 咱们针对这个物料费修理费也得征关税 就很奇怪 对吧 你知道一下 那下面是运往境外加工的 我有一批布 对吧 我拿到国外去让它给我做成服装 我再进来 那我这个布本身就是我国内的布 所以说再进来的时候 我这个布是不用征关税的 我只针对境外发生的加工费 境外的料件费 和这批服装进来时的运费保费来征 本身你原材料是不在玩税价格里面了 因为这个布本来就是我国内的布嘛 对吧 好 所以说运往境外修理的物料费加修理费 没有运费保费 运往境外加工的就有运费和保费了 对吧 就是境外的加工费料件费和运费保费 然后呢 暂时进境的 暂时进境的 就是按照一般货物的玩税价格来确定的有关规定啥 来 暂时进境的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试博会啊 咱们国家经常去举办试博会 试博会上会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展品进来 在试博会上进行展示 对吧 那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 它试博会结束了之后 它还得出去呢 对吧 它还得出去呢 所以说它现在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先不用交税的 我是属于暂时进境 等这个试博会结束 我还得出去 暂时进境 我不用交税 但是虽然你不用交税啊 虽然你不用交税 你也得给税务机关做一个申报 也得做一个申报 知道吧 你不是纳税申报 你就相当于是备案的一下 做一个申报 好让它后续有个监管 对吧 那你申报的时候 我们也得确定你这个玩税价格是多少 怎么确定呢 就按照一般户的玩税价格来确定 成交价 或者是海关估价 看见没 拿成交价或者海关估价来确定 就完事了 虽然进来的时候不用征税 也得先确定一个玩税价格 一会你就会见到确定完这个玩税价格干嘛了 确定完这个玩税价格 后边你不出去了 你得补税了 那我就有计税依据了 我们后边补税就是拿它为基础来算你的税的 所以说你暂时尽尽的就按照这个规定走 下面的不用看 奥运会都结束了 这个不会考了 咱们直接化掉不看 再来租赁 租赁的话是以租金方式支付的租赁货物 我们就以租金作为玩税价格 就以租金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融资租赁性质的 你融资租赁性质的 你其实租金里面是含着利息的 相当于是分期付款来购买 对吧 本来这个货物是100万 你可能分期支付租金 对吧 你一个月给他支付1万块钱 一年是12万 我支付10年 相当于我的租金总额是120万了 对不对 那本身这个货物 他就是值100万 但是我最终的租金是支付的120万 那20万相当于是利息了 利息也得记入 对吧 所以说就是租金总额 不能把利息扣除 不是这个货物 他本身的价值了 所以说你租赁进口的 就是租金 包括利息 这个也好理解 但是呢 这玩意儿 你本来是负着租金 负着租金 结果呢 你觉得想买下来 想留购下来 你把它买下来了 买下来的时候 拿你的留购价格 去申报纳税 因为支付租金前面学过 前面刚才说完了 我每次支付租金的时候 比如说我每个月支付1万块钱的租金 我就每个月用这1万块钱的租金 来去交一个关税 租着租着租了两年之后 我要留购了 我现在的留购价是多少 在我留购当期 一次性的再以留购价格 一次性的把这个关税交完 因为后期不再支付租金了 对吧 所以说留购的 就去找留购价 就去找留购价 接着如果我是一次性缴纳税 对吧 虽然我是租赁 我是分期支付租金 但是我也可以申请 我不想每次支付租金的时候 都交一次税 都申报一次 我嫌麻烦 这个玩意儿不是总共是120万的租金吗 我不想说我每个月支付1万块钱的时候 我都交一个税 我不想这样 我想一次性的把关税都交完 后边你也别管我了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拿租金总额 120万的租金总额 作为积税依据 也可以按照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法 啥意思 也可以看看这个货物本身的售价 来作为积税依据 有选择权 看到没 一次性缴纳税款 承租人申请一次缴纳税款 我可以按照进口货物海关估价法 找找相同货物的价格 找找类似货物的价格 我可以按那个方法来确定完税价格 我也可以拿租金总额 作为完税价格 可以跟纳税人协商 看用哪一种 好 那留购的如果是货样 是留购价格 只要是留购的 找的都是留购价 这个没啥说的 只要是你留购的 找的就是留购价 接着 最难最难的 整个关税里面最难的一个来了 就是补税的 补税的 这个补税的 前面说了 税率的时候咱们说过 补税的时候用哪天的税率呀 用的是 补税的时候用的是我那个申报纳税那天的 对吧 我申报纳税那天的税率 税率知道了 但是补税时候的完税价格 来看好了啊 这个针对的是特 定 减 免 特定减免 后面我们会学啊 特定减免 我先给大家大致说一下 好让你把这个知识点学的更透 特定减免指的是一些科教用品 一些什么慈善捐赠物资 一些 一些什么 残疾人的专用品 对吧 科教用品 慈善捐赠物资 残疾人的专用品 还有重大技术装备 啊等等这些啊 我先给你大概说几个 重大技术装备 等等这些 对吧 这些是有一些特定用途的 有一些特定用途的 那我们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整水 但是后续有监管 对吧 后续有监管 你看这里写了 特定地区 特定企业 特定用途的一些特定减免的 我们会接受监管 监管年限得背 得背啊 咱们这个题在真题中考的特别难 你看一下啊 监管年限 船舶飞机 我是监管八年 机动车辆 我是监管六年 其他货物 我是监管三年 你要看这个东西是啥 对吧 监管年限不一样 在监管年限内 你不能一座他用 而且你每年都得给海关去上报他的使用情况 每年的六月三十号之前 你都得写一个使用情况报告书 报告给海关 每一年都要接受海关的监管 在监管年限内 一定要用于指定用途 也不能转让 也不能一座他用 一旦你转让了 你一座他用了 你就得补税了 那这个时候补税呢 它的逻辑是在剩余的监管年限内来补 知道吧 本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本来我这个船舶飞机是吧 我的监管年限是八年 我到第四年 我用了四年之后 我改变用途了 或者我转让了 我后边要补税 我只补剩下那四年的税 前面四年的就不用补了 知道吧 所以在剩余的使用年限内来补 相当于我就补一半的税 是不是就行了 就这个逻辑 但是咱们算的时候 你看好怎么算 首先呢 如果你是因为转让 需要补税的 需要把这个监管年限 换算成月份 咱们是精确到月的 对吧 有的同学就说了 监管年限八年 我用了四年零五个月 我是算四年呢 还是算五年呢 不用纠结 四年零五个月 那就是十二乘以四 等于四十八 四十八加上五 那就是五十三个月嘛 对吧 就是换算到月份 知道不 看一下啊 换算到月份怎么算 先拿你 进口时的完税价格 虽然你是属于免税货物 你是特定减免的 进来时不用交税 虽然不用交税 但是也得确定一个 完税价格 对吧 就是根据咱们正常的 确定完税价格的 那个思路 确定好了 这个题目中会告诉你 会告诉你 我进口时的 完税价格是多少 这个是已知的 然后你看 我乘以一减 就是这个叫使用年限 比上监管年限 看到没 对吧 就是我最初的 那个完税价格 我的价乘以括号 一减 使用年限 比上监管年限 诶 这是不是就是在剩余的监管年限内来补税了 是不是 这个年限要给它换算成月 要给它换算成月 你看 这个时间也是一个月 对吧 这里都是一个月 这个应该大家能听懂 对吧 应该能听懂 一会儿有例题 好 这是转让 我把它换算到月 我看看剩 我拿最初的那个完税价格 确定好的价 我乘以一减 使用年限 比监管年限 能理解哈 能理解 能理解之后呢 来 如果你不是因为转让 不符合减免税条件了 你是因为啥 你是因为改变用途 啊 你是因为 改变用途 一做他用 不再符合减免税条件了 你就不能换算到月了 你得换算到天 啊 这里是365 得给他换算成天 但是公式的逻辑是一样的 转让我们换算到月 改变用途 你得换算到天 太细了 是不是 咋能这么细呢 而且我们对于这个月和天 还有具体的规定 月的话 你看 你不足 不超过15日的 这个月不算 超过15天的 就算一个月了 就超过半个月 就算一个月 不超过半个月的 就不算 是吧 但是天的话 你当天不管是几个小时 都得算 哪怕你没有超过八个小时 也得按一天来算 好吧 就你当天都得算 当天 你转让用途的当天 哪怕你是早上转让的 也得算 好吧 就是从你开始 进口的那天起算 一直算到你转让的那天为止 但这个确实是书上有规定 但是没有考过这么细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转让是换算到月 然后一做 它用是换算到天就行了 先知道这个规定就行了 好吧 对 本来就数不清天数 这个是 我们跟个税的规定不一样 这个是 你不管当天是几个小时 咱们都算一天 当天都算 比如说我几号 我2月1号进口的 我2月1号就开始起算了 我是3月10号一做探用的 那我3月10号那天也算 那天也算 知道吧 就转让的那天也算 你就算算从2月1号到3月10号 总共多少天就行了 如果真考到了 这我也不敢保证了 对吧 我讲注快的时候 我说 哎呀 个税肯定不会考经营所得 结果今年考了经营所得 就啪啪打脸 所以说我现在不敢说 他什么不考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考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考不到 就是给大家规定 给你说上了 接着我们先不看 后面的规定 我们先直接来 把这个点搞通了 来做题 直接来做题 对 对来 某大学进口了一台仪器 用于教学 进口时 我审定的还税价格是30万 满足特定免税条件 进口环节的关税免了 使用了9个月以后 这个仪器转让了 转让了换算到啥 换算到月 对吧 转让价是20万 已经计提了9万的折旧 关税税率给了 问你需要补交多少关税 如果这个知识点你没学透 我告诉你啊 别的老师讲课 根本不会讲到这种程度的 不会讲到这种程度的 他不会给你讲这个公式 在题目中怎么具体去运用的 那大家如果只是简单的 听过这个知识点 没有做过相应的题目 你这道题你根本就不会做 为啥 因为你这完税价格 你可能会用转让价20万 作为依据 你也有可能拿30万 减折旧作为继税依据 你都有可能 但实际上咱们不是这么来算的 对吧 咱这道题其实用到的 就是你补税时的那个公式 而且呢 也没告诉你监管年限是多少 提都没提 需要自己判断 我们想一下 监管年限应该是多少 仪器 它是飞机船舶吗 不是 它是机动车辆吗 不是 那它属于什么 其他物品 其他物品监管年限是三年 换算到月就是36个月 36个月 所以说你要拿最初审定的 完税价格30 乘以一减 使用年限9个月 比上监管年限36个月 这才是你的继税依据 再乘以税率20% 对 飞机 863 863 没有7 飞机船舶 8年 机动车辆 6年 其他物品 3年 这个是不会给的 是得背的 这个监管年限是得背的 863 好吧 对 知道了啊 这个题啊 非常好 我自己编的 对吧 我自己编的啊 但是真的有可能会以这种考察方式啊 来考你 好吧 为什么我给大家编了一道这样题呢 是因为咱们曾经有一年真题 咱们曾经有一年真题就考到了啊 考到什么 说我进口了一个科教用品 那么海关需要监管几年 因为其实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根本就不会给大家去前后链接 以前税务师老师讲课也好 啥讲课也好 不会把这个知识点全部给你链接在一起 所以说你背了啊 你背了飞机船舶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一旦以某一种其他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 你是想不到的啊 你是想不到的 就跟这道题一样 对吧 你你天天被飞机船舶监管那个什么监管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飞机船舶 其他物品和机动车辆 它的监管是为什么要监管 我们只会给你讲飞机船舶 监管八年 机动车辆监管六年 其他货物监管三年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监管 就是因为他们属于特定减免 他们属于特定减免 所以要监管 对吧 然后呢监管完之后 补税的时候呢 我也要跟特定减免 跟监管年限又要去结合 所以说我就把后面的知识点 全部给你放到这一起讲了 一起讲了你就知道了 好这道题讲完了 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还有一个 不存在成交价 没有成交价 你想想我们怎么确定 很简单呀 海关估价呗 对吧 前面说了有成交价的我们就按成交价来确定 没有成交价的咱们用海关估价来确定 对吧 因为我们的确定方法是给大家去讲了一个大的逻辑的 先找成交价确定不了的海关估价 是吧 那对于特殊进口货物的具体规定呢 在这儿也是没有成交价 我们也是用到了海关估价 还有一个是介质 这个介质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 就是一个硬件 知道吧 是一个硬件 那这个硬件里面是不是也会附带一个软件 它附带的那个软件是不征税的 那个不属于 跟这个货物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 那个不属于 虽然我们在增值税那儿 学销售软件 也是按照销售货物 走13%的税率 对不对 有没有印象 销售软件也是走货物 走13%的税率 而且还能集中集退 我们有这个规定 但其实进口环节的软件是不征税的 只对硬件来征 这个介质就是硬件 你看 那如果是进口的 再有专供数据处理设备软件的介质 本身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软件 是不征税的 只针对介质征 征的时候 就看这个介质本身的一个价值 就看介质本身的价值 或者成本来确定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不说了 好 再来理一下 理一下来 拿一个黑板出来 讲一步理一步 修理的 跟我一起回忆 修理的 修理费 加上料件费 对吧 修理费 加料件费 加工的 料件费 加工费 加工费 加上料件费 加上运费 保费 对吧 好 租赁的 租赁的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呢 我们正常的就是找租金 这个租金是含利息的 然后呢 我们如果留购的时候 我们就找留购价 然后如果是一次性支付的 一次性支付的 有两个选择权 要么你是租金总额 要么你也可以 按照海关估价法 对吧 你也可以用海关估价法 去找一个相同货物的价也行 还有印象不 这是租的 然后呢 留购的货样 也是找的留购价 只要是留购的 都是找留购价 也是找的留购价 对吧 然后呢 是暂时进进的 暂时进进的 其实就是找那个 一般货物的那个估价方法 对吧 一般货物的估价方法 还记得不 一般货物的估价方法 要么你是找成交价 要么你是海关估价 暂时进进的 也得先给他估一个 也得确定一个价格 因为将来补税的时候 就拿这个补 注意啊 暂时进进的 你后面需要考虑 监管年限吗 你不需要啊 你暂时进进的 你是在很短的期限内就出去 你六个月之内就必须得出去 我们的监管年限很有限 只监管六个月 六个月之内不出去 就得补税了 好 你到时候补税的时候 就是以之前进来 确定的那个价来补就行了 你不用再说 我在剩余的 那个月份之内去补 就没有那个规定了 你得学通啊 因为这个监管时间很短 只有六个月 我就以最初确定的价格 作为寄税依据 最初确定的价格 就是寄税依据了 不能再减剩余的 什么年限那个了 好吧 这是暂时的 那下面呢 就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特定减免补税的 对吧 特定减免补税的 就很麻烦啊 这个是最难的 我是拿最初的 最初的晚税价格 我就写个价吧 最初的价 乘以 一键 使用年限 比上监管年限 我是拿这个来确定的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是没有成交价 无成交价 无成交价 就是走的海关估价吗 这个很简单 然后最后是一个介质啊 介质的话 就是介质本身的价值 这个你就记一个 介质本身价值 你不用记得很详细啊 介质本身价值 好 就是这八种 特殊进口的情况下 晚税价格怎么来确定 知道哈 对 对 改变用途的是天 然后转让的是月 哎 换算到什么 咱们规定的非常细 监管年限是863 对吧 这一块规定最多了 监管年限是863 改变用途了 我们要换算成月 然后那个要贴 还有 用的是哪天的税率 如果题目中给了你两个时间的税率 我们用哪天的税率 不是用它最初进来那天的税率 是用我们补税 申报补税时的税率 对不对 哎 前面是不是说了 对 申报补税时的税率 知识点全部就通起来了 好 一般进口的 知道了 对吧 尤其是那个完税价格的调整项目 哪些计哪些不计知道了 特殊进口的 这八种情况也知道了 这完税价格就真学完了 真学完了 特定减免的是补税 特定减免需要补税 找的是补税 凡是需要补税的 找的都是申报纳税那天的税率 对吧 你暂时减免的 你后面也是需要补税 也是找那天的 对吧 你特定减免的 后边需要补税 也是找到你申报纳税之日的税率 申报纳税之日的税率 好 下去一定要把关税再琢磨一下 这个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来 再来 还有一个公式定价法 这个公式定价法是一个很新的知识点 是2022年才纳入到教材中的 以前没有这个点 去年好像是考了 我没啥印象了 去年好几次延期 好像是在某一个批次中考到了 今年咱们还是稍微去关注一下 好吧 这个什么是公式定价呢 你看 公式定价 是说呀 我们买卖双方 没有以具体明确的数值约定 作为晚税价格 咱们之间没有约定价格 而是约定了一个公式 将来我这个价 是要通过我们约定好的公式 来算出来的 知道吧 我写的太快了 我那个没事下去 大家自己整理一下 或者你回放的时候 把我那个暂停 暂停再看一下 我们是拿约定好的公式 将来去算这个解算价格的 你说老师给我举个例子 啥公式 这个公式举不出来例子 就是你们俩之间约定的这个公式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公式 咱也不知道 比如说是AX加上BY 就是啥都行 这个公式随便约定 对吧 或者是就是你们算期货的那个公式 财管里面非常复杂的都有 我们没有约定价格 我们约定了一个公式 将来咱们俩之间的结算价格是多少 好 我们就套这个公式来算 这就叫公式定价 知道吧 这就叫公式定价 公式定价呢 什么情况下用 考点在这呢 什么时候用公式定价呢 你看 第一 在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钱 或者保税货物内销钱 你必须已经约定好了定价公式 在你进来之前 就一定先约好了定价公式 你不能说我进来之后 我再去约定定价公式 不能 是我们当初买卖 就是协商的时候 买你买你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了 我们不约定结算价格 我们就约定好一个公式 好 所以说题目中就会说 我进口以后 才去约定这个定价公式 是不行的 必须是进口之前 就得约定好定价公式 不能进口以后再约定 第二个呢 结算价格 必须是因为双方都无法控制的 客观因素来决定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用公式定价呢 是因为我现在确定不了这个价 对吧 你要是能确定这个价的话 你就去用成交价格法了 就不用总公式定价了 是因为我现在确定不了 为啥我确定不了呢 是因为我们双方都无法控制的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 未来市场的一个价格波动 未来我从你那购买货物的一个数量 对吧 未来我这个货物在国内的一个销销销销销销情况 总之呢 会有一些客观因素 会对这个价格造成影响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现在确定不了 比如说未来价格波动很大了 我可能我这个价就会定的高一点 未来价格波动小了 我的价就会低一点 我们在约定公式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这个价格波动 我们把这个价格波动写到公式里面 对吧 那就是我们双方都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 我要用这个公式定价 还有呢 你现在确定不了 但是你进口六个月以内 必须要按照公式来确定一个结算价格 进口以后六个月以内 就得按照公式把这个结算价格确定好了 好吧 再来呢 你的结算价格要符合我们成交价的有关规定 这个就是一句废话不用看 再来呢 下面这个 公式定价 进口的时候没有结算价 没有结算价你就不用申报纳税了吗 不是的 先拿暂定价格做申报 然后先去提供一个税款的担保 将来结算价格确定好了 我们再去交税 就是你虽然进来的时候没有价 交不了税 也得申报 申报完之后交一定的担保费 对吧 等到将来结算价格按照公式确定好之后 再去申报纳税 先以暂定价格做申报 进来的时候照样得申报 这就是一个公式定价 总共就这些点 考的时候你注意一下我画黄的这几个 这个钱我没有标黄啊 在我进口之前 约定好了公式 约定好了公式 对吧 双方都无法控制的因素 会对我的这个价格造成影响 六个月内我会按照公式确定好价格 虽然说我进口的时候没有价 但是我也得先按暂定价格去进行申报 然后呢向税务机关办理税款担保 才可以 好过掉 过掉 讲不完 我讲的细啊 关税太难了 来出口完税价格 出口完税价格很少征关税 就做一个大致了解吧 出口完税价格 那出口的关税不包含 对吧 我们装卸后的运费保费也不包含 这不是关禁吗 这不是关禁吗 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出口 那出口前的运费保费 装载前的运费保费 就是你离境之前的运费保费也有 也有啊 但是离境后的就没有了 对吧 咱们进口那是起卸前 在外边发生的有 进来之后的没有了 这个因为你要出去嘛 你出去之前的运费保费 有出去之后的就没有了 逻辑是一样的 然后关税呀 还有那个什么的 什么的那个增值税消费税呀 也都不在里面啊 就简单的了解 这个基本上没考过 不进入完税价格的 就是出口关税 以及装载后的运保费 然后出口关税 如果无法确定成交价时 也有海关估价法 这个海关估价法 跟你进口的海关估价法 是一样的 但是他没有倒扣价格法 你想想 他为什么没有倒扣价格法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国外卖多少钱 我无法采用倒扣价格法 我只是把东西出口出去卖给你了 你在国外 你的销售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我们无法拿倒扣来算 你就记住啊 他唯一的跟那个啥不一样的 他唯一的跟进口不一样的 就是他少了一个倒扣价格法 他就会在这给你挖坑 题目中说了 出口估价方法中有相同货物估价法 类似货物估价法 倒扣法 计算法 倒扣法就不能选 就是错的 对吧 多选题里面 他给你列了五种 这个倒扣法就是错的 或者他就问你 下列哪个方法不能用于出口估价法 倒扣法不能用 只有进口能用 出口不能用 一个坑 好吧 画上 来 哎呀 艰难的已经过去了 完税价格终于讲完了 太费劲了 然后呢 算完之后 你后面的就不用说了 后面的完税价格确定好了 就算税吧 算税很好算 你看 你如果算的是一个单位的完税价格 你就乘以数量 算一个总的完税价格 然后乘以税率就行了 然后呢 你如果是从量的就直接拿数量乘以单位税额 对吧 这个就不用去确定完税价格了 我就查一查多少数量就行了 复合的 我们就是从价的加从量的 但是在关税这 复合税 它又叫混合税 哎 你不要看见混合税了 你不知道咋算了 对吧 复合税就是混合税 从价加从量 从价加从量 它不是选择税啊 它是混合税 然后呢 滑准税前面讲了 滑准税 我价格越高 我的税率越低 我价格越低 我的税率越高 它本质上也是一个从价的概念 啊 本质上它也是从价的 只不过它的税率特别的奇怪 是随着价格的波动 去进行波动的 啊 跟它是一个反方向的波动 好 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然后你看 我这给大家放了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增值税 在讲消费税 在讲车购税的时候 都说过 进口要阻价 进口要阻价 对吧 进口阻价的时候 你就是用关税的完税价格 加关税 如果这个东西是要征消费税的 就除以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对不对 现在这个阻价公式 它上面的每一个数 你就都会算了 完税价格你也会算了 关税你也会算了 对吧 怎么组它这个价呢 你也知道了 清楚了 我们前面讲的时候一直没告诉大家 这个完税价格怎么来确定 今天终于知道了 也终于知道了 这个关税是咋算出来的了 好 就跟前面的一个组价公式稍微结合一下 它考试也会结合去考察的 考试的时候 它经常靠进口一个车 进口一个东西 让你算进口环节 增值税 消费税 关税 车购税 光一个进口咱们能算四个税 对吧 你都得会算 都得会算 就是根据组价来算的 来 再来做一道题 这是教材立体 教材立体 我国从国外进口了一批钢材 进口了一万千克 一万千克 成交价给了 2.5英镑每千克 单位运费0.5 要记录吧 保费无法确定 这道题很简单哈 那个成交价有了 货价有了2.5 运费也有了0.5 保费没法确定 保费没法确定呢 乘以一个一加千分之三 对吧 保费就是千分之三 这是我 一千克的一个价 我再乘以一万千克 这是英镑 我再把它换算成人民币 来 咋换算 一百英镑 等于八百七十九点零六人民币 那相当于一英镑 就是八点七九零六 对吧 一英镑是八点七九零六 对吧 我换算成人民币 这个算出来是元 对吧 我除以一万换算成万元 然后呢 乘以百分之十 这是涉及到一个汇率的换算 大家得会换算 我们看一下答案 你看 二点零五加上零点五 对吧 我再乘以 我的 你这个 这个顺序是无所谓的 它是先乘以一千克了 再加上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保费 再加上保费 然后还要进行一个单位的换算 对吧 换算 它是直接以元作为人民币 那你后面就不用再除以这个一万了 直接以元作为人民币的 对吧 算出来之后 再乘以百分之十就行了 这个题很简单 就是货架加运费加保费 它不涉及到项目的调整 不涉及到项目调整是比较简单的 再来一道比较大的题 这道题做完咱们下课休息一会儿啊 我看后面还有啥 后面没啥了 后面就剩税收优惠和周收管理了 来 这道题做完下课休息 商场2022年的2月 进口了一批高档美容修饰类的化妆品 对 这批货物在国外的买价是120万 这个要记入吧 运抵我国入关前的运费 以及其他费用是10万元 这是运费是10万 保费是10万 好 你把要记入的先加进来 120要加上10 对吧 再加上10 那另外支付的买方佣金5万 这个是不记的啊 买方佣金是不记的啊 注意 这5万不能记 曝关后 商场按规定缴纳了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并取得了专用缴款书 那海关运网商场 我也拿到了专票 运费是5万 这个运费也不往完税价格里记 是吧 然后增值税也不记啊 然后其实你的完税价格这个很简单 对吧 这个就是货价加运费加保费 这已经就是完税价格了 完税价格呢 关税税率是20% 所以说我我我一步一步的算吧 这个是140是完税价格 140乘以20%等于28 这个是关税 对吧 那好 那现在呢 现在他让你算啥 分别计算进口环节的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和国内销售环节要交的增值税 来看一下啊 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组价 关税的完税价格140 加上关税28 除以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一减15% 这个是组成的计税价格 对吧 我们看一下组出来的价是多少啊 这是28算出来的 这组出来是197.65 197.65 对吧 那你算增值税呢 就拿这个组价乘以13% 算的就是增值税 乘以15% 算的就是消费税 这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 消费税是不是都算出来了 都算出来了 你要注意 注意什么 这个增值税是啥 是你的镜像 这个增值税是你的镜像 没忘吧 我在讲增值税的时候 重点提示过 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是镜像 拿到海关装用缴款书了 可以去抵镜像 拿到没 拿到了啊 对吧 取得了海关的装用缴款书 我们是可以抵镜像的 对吧 进口环节算完了 再来算国内的 国内现在不用交消费税了 只剩增值税了 我们是在进口环节 交一道消费税就可以了 对吧 交完之后 我后面再卖的时候 我就只用交增值税就行了 对吧 那我卖了多少钱 卖了520 那我的肖像是不是有了 肖像 520乘以13% 我的镜像呢 我的镜像 你看我是有一个 我是有一个月费的镜像 在这儿呢 我在国内运输环节 我有一个运费的镜像 0.45 所以我减去0.45 我再减去 我进口环节 缴的增值税 也是我的镜像 对吧 我把这个镜像 都减掉之后 你看啊 减去这个 这个就是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再减去0.45 最终算出来 才是我在国内的一个 应纳税额 在国内的一个 应纳税额 对 对 会了啊 好 就是咱们考题 一般就是这种 这种考察方式 真题中 如果要是考到那种 综合性比较高的 进口环节的 就会结合着增值税 结合着消费税 一并来进行考察 好吧 歇一会儿啊 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再往下讲 好吧 来 我们到9点20回来